那很多花耳听我的名字叫老花一 他们也会问到我一些问题 说老花一先人长能治病吗 比如说老花一我这个花能治病吗 我这个花能治我那个病吗 说吧我这个老花一呢是 以前的时候呢他们给我起的名 我最早的时候15年的时候 16年的时候在微信群里面啊 就是说各种的给人家回答问题 就花耳门吃名 你看你天天跟个老花一似的 然后呢他们就说 哎哎好叫他老花一吧 我觉得你这花耳门得起的名 就叫老花一了 然后呢对于这个 这些个咱们自己养花 什么这些花花草草治不治病 这个呢我希望大家呢 最好是去正规的医院 您不要听着哪个草啊 这能到来的治病了 您就去吃千万不要去尝试 还有的时候 我这个卖花的时候 很多的话问我能不能吃 你吃这玩意干啥 你是 我真的发现真的是 哎呀袁隆平爷爷 真是给你们造福了 天天让你们吃饱撑着 没事干了 天天行事这也是 养花呢 您要了解咱们的一个目的就是养着玩什么的哈 至于能不能吃 有没有药用价值 我不建议大家轻易的去尝试 对吧你该干嘛的咱们就干嘛 还有这个仙人长啊 包括咱们能够常见到的一些个植物和绿植盆在的在本草岗木上面他都有记载 他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不过这个东西不辣精神大家不要乱吃你整不好把自己给吃走了吗有的话我就是啊我说这个我卖翻飞水的时候太后了老花一翻飞水能喝吗我说能 他说一我都喝了我说大份发酵的好喝吗是我我说喝的不对味呢那开玩笑啊这是一个梗他并不是说真正的是二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一个草药这一方面的哈大家在种植也好在食用也好呢尽量的去找一些有关的一些个相对来说有权威的医生给大家去开药自己千万不要乱当医生啊真的把自己吃残废呢那个小时候我妈 妈跟我了就聊天嘛我姥姥不是山上的吗那在那边山上乱吃东西就把自己吃哑巴的也有啊对吧这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好了仙长能不能治病我跟你大家说是能但是治什么病呢我就不跟大家说了还有的用仙人掌熬水了但是仙人掌可以吃吗是可以吃你别带着去吃就行了砸嘴 行了吧好了以后希望大家类似的问题尽量的就是少来 老少来问我好不好有没有的咱也不扯了咱就是好风呢给你看看你的花有什么病了能给你帮忙能给你治治给你治治给帮你看看帮你看看又不知道要钱 好吧教你怎么养养花就完了我说的话一眼眼花最短一眼下期再见不见不见不见到了